平溪南山社區引法共餐 虽然起步的比較晚 但是一週就有三天的共餐日 共餐志工一早就到廚房忙進忙出 一道道美味的家常菜 徹底征服長者們的味蕾 快一點了 那你怎麼會想要來 就是我們的理事長 還有我們的理長 他們都是很熱心 有這種感覺很感謝我們的政府 很得正 照顧我們這些老人家 不然啦 還會在家裡吃開心 可以為我老人 還會替老人煮飯很開心 對啊 是不是希望老老人來這裡吃飯 對 越來越多越好 不然我們這里的都可以來參加 南山里里長說 南山社區引法共餐一週有三天 每次人數大概都是二十多位 至於共餐的菜色 長期由社區婆婆媽媽們 來發揮自己的好手藝 道道都有在地的媽媽味 不過還是多多鼓勵家中長輩 多到飲法俱樂部走走 不僅有好吃的 也有老師帶領長者活動筋骨 腦力激盪 我們這個主要是老人家鬥啦 有時候叫他們出來他不出來啊 不要送便當給他們 要鼓勵他們來這邊走一走運動 比較有聊天啦 盡量我們錢是我們自己來 來助付錢沒關係 不要叫老人家來付錢 他們自己也願意付錢也沒關係 那時候錢的菜的事情 理事長都會捨捨掉沒關係 我們忍爛啦 所以還是希望長輩多出來 多出來 對不出來 在三天家裡 看電視一直看電視 老人家在這裡 為體恤偏向長者 南山社區的銀法共餐 都是由里長和里市長 自掏腰包來舉行 但還好有各界善心人士 不斷贊助資金 讓共餐不斷吹 也感謝這些善心人士 和企業慷慨解囊 讓偏鄉長輩獲得滿滿的溫暖 介淳威 平溪 採訪報導